大家好,我是咕咕,今天我们来一起看《贵龙神父》第六集的第九集 村里新建了一个高尔夫球场,球场老板叫老白,是个贼精明,手段高超的商人 他的新球场不日将尘埋一场高尔夫比赛 为了笼络大家都喜爱老白愿称之为人脉的神父 马卡龙色的小车车,老白打算摆送给神父这边 神父缺的是车马,缺的是秀山教堂的浅压 两人明显不在一个频道上,老白想和神父奖励交换 神父想与老白说闪心捐款 还有一个能体现老白精明的地方,球赛他都能用来一键双雕 除了转身器,还要给自己的外孙女小白造势 由老白补差钱的装备补给,他相信小白能在青年组中拔得头筹 可这次小白能过来比赛,是老白私自向学校请的假 当妈的小金肯定就不乐意了 孩子现阶段重要的是学习 另外更重要的是小金也不希望女儿走自己的老路 小金小的时候也是被老白逼着打高尔夫 在女儿看来,妈妈纯属闲吃萝卜胆操心 当妈的管不住男孩子爹呢?是个秘密 小金一直对孩子爹回眸如深,从未提过 但用排除法可以先排除掉小金少女时期的男朋友小黑 毕竟看上去两人就没有相似性 黑绿黑绿的小黑,多年过去了依然对小金念念不忘 他哭念求记,只为缩小自己与女生小金之间的距离 老白对此嗤嗤一鼻,很烦小黑靠近他女儿 前年组的比赛开始,迎面走来的这位女选手 不是谁家那小谁,包妹吗? 问了才知道,包妹这次是背着家长,改名换面 想来拿个冠军赚点零花钱 卡沈十分不看好拿自己爱好挑战别人专业的包妹 奈何,包妹是摇马合一天赋嘎嘎高 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小白明显逊色于包妹 压力这一大,第一杆就没有发挥好 护独自老白瞬间脸就黑了,比赛往往除了实力跟关火于运气 很不幸的,包妹就差了一点好运 第二杆还没有开始,他就被夹了两杆 包妹是如何被罚加杆的呢? 高尔夫的比杆赛,比的是球,统共打几下,难惊动 所以说选手打的杆数越少越好 包妹如今被罚加杆,说起来也是莫名 比赛规定选手最多带14个球杆 包妹的班高里面多出来了一根5号杆 这杆甚至都不是包妹的,多的是莫名其妙 更倒霉的,偏偏被老白看到了 护独自老白立刻正义凛然的上报了此事 突然被罚,包妹心情以下糟糕 下手不稳,把球打进了水杖里 球打进水杖,只要打出来就能不发根 包妹当然是不想再罚,二话不说,下去找球 没想到只吓了一跳 一具男尸赫然躺在水杖边上 男子的后脑有着眨眼的血窟窿,使他杀无疑 在探长把男尸翻了个面后 小金一整个大无嘴的动作 明眼的都看出来了,小金明显认出了死者 可小金偏嘴硬说自己只是吓的 同样的,还有一个人装作不认识死者 就是花姐 花姐是住在附近爱中花的大姐 她最近和老白之间火药味十足 导火索就是这个新建的高尔夫球场 由于水管改道 从而严重影响到了花姐家的灌溉系统 于是花姐隔三差五就要给老白添堵 前几天花姐还稍草写字 直接喊话老白滚蛋 老白懒得搭对花姐,反手就是报警 这次探长来到现场 花姐又以为是老白找警察输出针对自己 当然看到男士之后 花姐立刻意识到是什么情况 在看清楚男士长相之后 花姐的动作比小金更夸张 直接慌张到掉头走人 卡神和花姐是老闺蜜了 他逃他追是要问清楚花姐什么情况 花姐坦言自己昨天见过死者还打了他 但这一切完全是被逼的 原来死者叫做大壮 昨晚他突然闯入了花姐心爱的花园里 花姐立刻猜到 大壮是老白派来恐吓自己的 于是当仁不让 花姐举起枪托 给大壮后脑勺来了一下子 大壮人跑了之后 花姐还气不过 有去找老白控诉此事 这段话透露出两个信息 大壮离开花姐家时 人没事 其次老白或许和大壮是认识的 但这点 从刚才发现尸体的表情来看 是真的没有看出老白认识大壮 是该说老白大心脏吗 都发生命案了 丝毫没有阻止他的热情 竟打算让小白继续下午的比赛 可奇怪的是 到比赛开始时 老白都没有现身 好在母亲小金是全程陪在小白的身边 因此这孩子发挥的还不错 压力给到了宝妹这边 要不说倒霉起来 喝水又塞亚风呢 这次宝妹在开球的同时 被砰的一声巨响干扰到直接打偏 这砰的一下像是枪神 声音来自老白家的方向 没有时间解释了 卡沈拉着神父 开着马卡龙小货车就去到了现场 一进门就看到老白脖子上一个血窟窿 还没来得及 询问的嫌疑人就这么快的出局了 闲下 有枪且下落不明的花姐 被探长理所当然的列为了唯一嫌疑人 现场都不搜了 直接打完收工 对于神父来说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毕竟第一案的大壮 连凶器都没有找到 花开两朵 兵分两路 卡沈帮美在案发附近塑凶器 神父则对老白已案一探究竟 为于探长的草率 深深忽略了老白已案的两大疑点 首先枪伤 老白体内 现场都没有发现子弹 其次老白鱼骸的位置是脖子 这个位置有点偏 按照现场环境 最顺手的位置 凶手射击的应该不是脑袋 就是心脏 选择脖子 那凶手射击的角度 就得别扭的放低 事出必有因 在卡沈找到杀害大壮的凶器之后 连同老白遇害的一点 一同迎刃而解 凶器不是别的 正是半根高尔夫球杆 凶手力气之大 把大壮打的 球杆都折断了 这个杆和帮美 先前凭空多出的五号球杆 一模一样 那就解释的通了 凶手随手抽了根球杆 打死了大壮之后 用同款的补上 折断了那只 不曾想他放错了包 放进了宝美的包里面 另外 在招子弹的过程当中 宝美他们捡到了一个奇怪的物体 一个烧焦的高尔夫球 得打得多厉害 才能把高尔夫球造成这样 但没人类自己的力量 肯定是做不到的 什么推断 这应该是炮仗炸过的痕迹 球加炮仗是个什么组合呢 这叫做装枪做事 谁说蓬蓬蓬的就一定是枪身呢 那也可能是炮仗 有人把炮仗和高尔夫球绑到一块 打向了老白家 这样即使凶手不在附近 也能伪造出老白家发生枪击案的假象 制造假象 为的就是掩盖真相 老白其实并不是死于枪伤 应该是直径近似子弹的硬物 贯穿脖子 造成老白死亡的 还记得杀害大壮的半根球杆吗 但发生的时间如此接近 恒纳盖鲁剩下的半只球杆就是杀害老白的雄器 眼下还有个线索就是炮仗 老白家仓库就有 神父前去寻找时正好遇到打算离开的小金 神父一个拿手关心的问问 打开了小金的心门 不仅是把大壮和小金的关系问了出来 甚至直接破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预测过小金和大壮之间的关系 是旧情人 小白的爹 都不是 小金和大壮 两人只是纯洁的友谊 咋舍的是 小白爹的身份 小金给了个迷面 是个能让眼高的老白都认可的男性 了解老白的小黑已经猜到了 女儿和女儿的孩子是同一个爹 小金和小白是母女亦是姐妹 就说老白混蛋不混蛋吧 也就不奇怪 小金一直想带小白离开 她是真的害怕女儿再步自己的后尘 作为朋友的大壮 于是就想帮小金小白逃走 可惜天不遂人愿 逃的那一晚 大壮错进了华姐家 导致了大壮的行踪意外被华姐泄露给了老白 为了让女儿打消念头 当大壮找来时 老白一个球棍把他送走 当大壮的尸体被发现后 老白还亲口向女儿承认了此事 甚至还炫耀式的 拿出了圣半截的凶器 老白病态着嘴里 成了压垮小金的最后一根稻草 等小金回过神 他已经将半截球杆 砸进了老白的脖子 结束了这鬼妇罪恶了一身 之后小金就逃离了现场 扬装无事 给小白当啦啦队 但问题是 强身是怎么伪造的呢 永不共睹 小金是和大家群臣在一起的 小金本人也是一脸的梦圈 全然不知道炮掌绑球事件 因为这事儿 其实是小黑悄悄干的 在猜出老白的鬼妇行径之后 小黑前去为心爱之人出头 但他看到的是 小金未来得及掩盖的杀人现场 为了替小金创造不在场证明 小黑并用炮掌绑球 准确地击向了老白家 伪装诚实强杀爱 所以真相就是 老白杀了大壮 小金冲动之下杀了老白 小金向神父忏悔 也表示了愿意自首 但却被小黑强硬地拦了下来 试想一下 小金如果认罪 说出鬼妇的真相 女儿小白就要为其身事 痛苦一生 如果单自首不说真相 小白看来 则是母亲杀害了他亲爱的外祖父 依然是残酷的 于是小黑自愿为小金 担下罪责 就说是小黑 揭露了老白杀人 老白气急想要杀人 却被反杀的 这样小黑的罪名不重 小金一家也能幸福保全 没有了老白 未来两个人再去前缘 也不是不可能了 结局相对的圆满 趁着热乎劲 神父也是灰甘 感受一下高尔夫的魅力 新手buff 直接一个一杆进洞 好运结束 本集完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麻烦点赞收藏 关注一下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